我们欢迎蔡英文总统 还有我们总统府执政 宋楚瑜宋主席到会场 今年的APEC亚太金合会 11月10号到11号在越南举行 总统蔡英文12号下午宣布 还是由总统府执政宋楚瑜 担任APEC领袖代表 蔡英文强调愿意在APEC架构下 跟对岸进行善意互动和合作 我们也愿意在APEC的架构下 与中国大陆进行善意的互动与合作 台湾必须要把握每一次的国际参与的重要机会 将我们对区域发展的贡献 及无可取代的软实力行销到全世界 提升能见度跟主体性 这次APEC会议 请代表团所有的成员全力以赴 我也相信宋主席必定能圆满达成 我所托付的任务 我曾经跟我们现在台湾民选的总统 蔡英文女士两次竞选 而两次竞选落败之后 我们这位总统还能够指派 我到国际场合去代表我们的国家 去做这么重要的一些任务的表达 这说明台湾是一个成熟的民主 所以今天再度得到这样的托付 我首先再次的谢谢总统对我的信任 我也在这边向总统及所有的国人 再次表达 我一定全力以赴